6月25日,广州港南沙港区营安海上区无霸,美迪马士基号,这艘长400米宽58米的集装箱船,足以容纳四个大型足球场,可装载18000个集装箱标准箱,如果把这些集装箱逐个相连一字排开的话,长度可达110公里,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。 26日上午,广州港与马士基在南沙二期共同举办了首航活动,在活动现场记者了解到,这艘巨无霸满载排水量达19.5万吨,而满载吃水量就达16米。 南沙港作为珠江西岸唯一的深水集装箱码头箱,配置了41台暗吊,恰好满足全球最大集装箱船的靠泊要求。 美迪马士基号属于马士基3亿级系列船舶,所谓3亿级船舶即是着眼于规模效益、能源效益和环境效益而开发的集装箱船,因此对停泊港口水深、作业效率和货源集聚能力有一定要求,目前在中国仅停靠上海、宁波、盐田和香港等为数不多的港口。 不过由于广州港南沙港区在投产不到10年的时间里,集集生年吞吐量超过1000万标准箱的港区,使得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靠泊成为可能。 据悉,美迪马士基号此次停泊南沙港区计划装卸12000个标准箱后开往欧洲。